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座的鱼,木耀,小铃铛 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 嘿!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星期的,我的世界,足够大致的僵尸 嗯,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小伙伴们给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订阅、订阅哦,谢谢大家 谢谢 来吧,咱们先获过一下三千视频哦 最新啊,三千视频,咱们是花重金 购买了这个玉米浆浦泡 并且是给它抽能,开启了它的大招 它大招是一次性能发射四发玉米 然后砸中僵尸之后,变成爆米花 当然咱们也是去,按照小伙伴们的要求,去找了那个阳光大夫 买了这个老虎剑 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跟狗当献下的成果 奇怪猫已经有十三张了 然后这个天使猩猩卡也可以给它合成了 还有咖啡豆 咱们这期的话就先把这些体验卡给它 合成真正的那个植物卡吧 好的 我记得这边箱子还有 还要毁灭菇哦 好,OK 就这四斗 看一下需要什么 好的 这旁边 什么东西再跳来跳去的 两个 哪里 两个伏梯将尸 没土块 不管它 这个 干什么 你这个吸金瓷放在这里之后,我就根本就没有一点 可以抢得到金币的机会 自己揍起来 真的是 首先是毁灭菇哦 毁灭菇需要金卡 你做 多做一些金卡 需要爆炸进化 我和爆炸进化没有了 红石 好,红石块吧 嗯,红石块 给你 你去种一下 我说你去把红石块放一下 哎呦我的天 你不是让我做金卡吗 不知道我的言外之意吗 真的是 这么多年了还不懂我 啊,啊,啊你个头啊 言外之意是啥 就让你去啊 你这工具人是干嘛的 我在做金卡呀 我做了八个啊,够不够 孩子,够不够 哈 孩子,够不够 你再说一遍 够够够够够 魔法金花 这个需要纸卡 纸卡我记得有 有个屁啊 再去做纸卡 好,金卡先给你 金卡先给你 你干什么,你这挖的 那,那,那 嗯,这里呀 你上来了就可以看到了 紫卡 好,我先把毁灭窟做出来 哥,告诉你个好消息 那就是纸巾钉咱们是不够的 我要去 给他 金卡 爆炸进化 哦哦哦哦哦哦,我是个傻子 哎,怎么卡啦 我去摸地啦,纸巾钉不够呀 金卡 金卡模板 爆炸进化 围上一圈 然后再给他放上阳光 这里好像还有 好了,合成 然后下一个 看一下天使猩猩果 天使猩猩果也需要紫卡 他需要喷射进化 看一下喷射进化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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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喷射进化有 有 奇怪猫需要 魔法进化 魔法进化 魔法进化也有 这些进化都有 还有就是这个 咖啡豆 咖啡豆的话 他们说这咖啡豆的作用是给那个夜晚的植物 让他在白天给它提神 哦,懂了 咖啡豆呢 就这么说戴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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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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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豆,寒冰菇 这些我都给它放箱子里面写 哦,这是放在某个上面升级的 看一下怎么放 首先看一下奇怪猫它的攻击方式是什么 给它放到前面看 我们有阳光了 不是奇怪吗? 好呆风啊 等一下哈,等会我来看 应该是没有找不同哪里不一样的,对吧 好呆风啊 我先把这些卡给它放好 天使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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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play 哇粉嫩的就是,天使猩猩猩 在哪呢? 奇怪猫 这猫抱走了 我要去看一下它的攻击方式是什么 天使猩猩果长什么样 哦这个好可爱 我喜欢这个 我有个金币 等一下 刚好 刚好等它冷却 完了之后给它放到这里 掉了个梯子 放一个 发射呀 天使猩猩果 为什么它不发射的 它是 攻击类的 东西吗 不知道 哦哥哥我发现了 这个魅祸菇 就是蘑菇类的 它就是晚上 干活的 你看它睡着了 已经 魅祸菇本来就要等着 等着它们吃啊 哦好像是哦 我还以为它是晚上干活的 哎 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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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踩一下它就发射一下 刚刚刚发射了呀 哦 嘿 嘿兄弟 一大步将军正在来袭 奇怪猫的那个冷却 我这里一大堆 来个玉米加弄 玉米加弄炮开启它的大招 可以团灭它们 可是那个卡我没有 我也没有能量了 把它们往这边引 我刚好试一下这个 奇怪猫的作用是什么 哇 哇 要是中个毁灭菇 它们也可以团灭 首先看一下奇怪猫吧 哎 哎 冷却还没 还没到头 好 看一下 眼 我疼 嗯 我 它是 它是挺奇怪的 解个意思啊 毁灭菇 死咧 死咧 诶 毁灭菇呢 它睡着了 咖啡豆 咖啡豆 咖啡豆来一个 让它保持 醒来的状态 噢 噗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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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奇怪猫的作用是啥呀 奇奇怪怪的 还真是有惊喜啊 嘿嘿嘿 好多阳光 还有个银币 嗯 我去捡了 这玉米加弄炮 它们说玉米加弄炮 咱们只有骑在它身上 它才会发射 不骑不行啊 不知道 试试 好像不是吧 我们好像 不骑也可以吧 那你看 你骑着它的呀 把它骑出来的呀 嗯 看着再等僵尸靠近看 它会不会攻击 哇这个 这个发射的有点远哦 噢 它现在不攻击了 对啊 这么近也太不攻击了 那我骑一下 然后再下来 下来 它也不攻击了 应该是冷却吧 噢 我懂了 我懂了 就是 它不是有个红色的那个心吗 嗯 对 然后又见 又见了之后它就会攻击 就你直接又见 然后你会下来 然后它就会放炮 哪里红色的心 就是红色的中间 不是有个 瞄准的那个吗 我说没有瞄准的 几个意思啊 它没 它没上弹了 没有啊 你看 它认主了 那 它是 是要骑着 是要发射 我们用 右键发射 它可能认主了 哦 nice 起走了 好 多个来一把 好ok 奇怪 這奇怪猫的作用它到底是啥呀 待会 待会 待会录完之后期视频我要去看看 我要去查 查一下 查一下百个 小伯本知道也可以在评论下方告诉我们 是哪个大屁眼子 一直 你一直在評論上說做做奇怪貓奇怪貓有驚喜 你沒發現房頂有一些西瓜好像 冰西瓜偷手好像被偷走了 是耶為什麼 不知道 來吧 咱們這期時間差不多了就先結束了吧 嗯 好的 好嘞 那親愛的小伯伯們 咱們這期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小伯伯們收看咱們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